今天可以休息吗 外面没有阳光 灰暗的 拍出来效果也不好 另外一个声音说 你能不能 今天不吃呀 想懒惰更新的我 看到这些食物之后 说 如果要吃这些东西 今天还真的 不用吃了 想啃面包都不行啊 算了 还是回去吃饼干吧 饼干何来的 还不是也要去超市买 也就是说 人再不舒服 再累 再懒 你还是要起来 还是要动身 还是要动手 即便你不煮 你也要去买 才有得吃 上次 忘记聊什么的时候 LSL 提到 你就去买 smoke salmon吃呀 今天不在篮子店 这边有很多smoke salmon 但是这些牌子我都没买过 希腊出的 有好几种 但是看起来都是差不多嘛 然后用面包吃还是用饼干吃呢 它都是在16块左右了 再来买点 吞拿 沙拉 11块 一磅 买 Half吧 今天不买ham了 想换口味 就这么买三样东西 27块了 是不是福州菜划算多了 别怪我经常吃 我买的这一包有三种口味 它另外自带 sauce 吃了感觉不错 不会很饱了 可是很渴了 正好这个时候包过来了 今天好小心开咯 我用剪刀来开 不是用我的手 好了 饮炼 到了 这是泰国生产的 我在亚马逊买过来的 你们猜12瓶 多少钱 开了一个箱里面 还有一个箱 我收到这箱之后 我再上网看一下 他们现在卖多少钱 现在是卖30块一箱 我大概省了22块 而且这次送上门多好啊 我的晚餐 看起来是不是很健康 清淡呢 顺便再把隔夜菜吃掉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要想办法 对付我的慢性疲劳症 好了 就这样 拜拜